今天是1月22号2023年 这是能源经第246讲次 进入在卷8478月第三行 我们今天讲的是实柱 上次讲的是实信 是实种对佛的信心 而那是善男子以真方便发是实心 心经发挥 实用涉入 原成一心 明发心住 这个是出住 这个住的意思就是住在佛法上面 佛告诉大家 如果修行人以真方便 就是把五戒已经守好了 然后呢 那个时候就比较不会犯错了 发此实信 就是有了实信以后呢 这事情看得会比较的清楚 说 说起的念 心里起的念 都是正念 这个就叫 发心住 就是起的念都是正念 心中发明 心中发明如敬流离 内性精进 以前妙心 屡以成地 明 至地住 这个是恶住 就是把心要管好的意思 心中发明 虽然有一点点的志 可是它是世间志 并还没有会 谈不上会 因为呢 心比较激进一点了 所以对于外城起来的时候 不会去攀外城 所以这个时候的心 就像流离一样 流离是透明的 内性精进 虽然是能够把五件能够守好 也比较知道一些事情的事情判断比较精确 比较不会错误的 所以它就以以前的妙心 就是以什么心呢 就是以发心住 就是每一个念头都是正念 这个心 再来把自己的心把它管好 这个就是志地住 这个是恶住 心地设之 聚得明了 由屡十方 得无留爱 明修行住 心地设之 就是已经把妄念都扶住了 这个时候呢 看的事情就看的比较的详细 而且心也比较细一点了 不管你到十方什么地方去 到各个地方去 处理事情都能够没有什么障碍 因为是心清静 事情看得非常明了 所以心也自在 这个称为 修行住 也就是不执着的意思 行与佛同 受佛气愤 如中音声 自求父母 音信明通 路如来种 明生贵住 在世间上 所作 所为 都是跟佛 在音地上面 就是跟佛以前 在世间上面 所作 所为 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 就是能够与佛相应 不离开佛法 就像我们要投胎的时候 中音声 他要投胎的时候 也是以自己的业 然后呢 跟要所投胎的父母的业 他是相同的 才会成为他的小孩 我们 依照佛所讲的法 去做 才能与佛 能够相通 不离开佛法 这个时候就是 入如来种 就是 有成佛的种子 我们都知道 种子 有什么种子 就生什么样的植物 这是我们都知道的 这个称为 生贵住 如果 以投胎来讲 就是你的 世大 生在 清静的家 如果以佛法来讲 就是 不离佛法 既由到胎 亲奉 绝印 如胎已成 人相不缺 名方便 聚足住 到胎 就是正道 不离开佛法 才能够以佛 法相应 要照佛讲的法 亲自去做 这样子 才能继承佛法 能够把佛法传下去 就像 中医 因生 他能 受胎 他入胎 然后再成长 到时候 十个月以后 能够出生 这个中间 这个过程呢 他的人相 就是已经 完成了 就是成熟 然后出生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人的形象 这个是称为方便聚足住 方便就是把五戒守好 然后呢 就是身心都已经比较清静一点了 不犯错了 这个时候 巨足 就是 他能够在五十五位真菩提路上面行走 这是五柱 今天讲到这里 2 2 3 4 6 6